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四的早上阿甲繼續進行 小寶家將助陣主場迎接勝達飛聯的挑戰 雖然兩隊在積分榜上的排名接近 但小寶家是阿甲的鴻門 球隊近況又連責勝過 小寶家今天值得體高一線 小寶家今季聯賽整體表現與上季同期基本持平 球隊目前錄得百姓七和七父的戰績 在度過9月中旬至11月初的一段低谷後 小寶家近期仍來聯賽兩年性佳席 球隊狀態持續回戀 要知道他們上一次在聯賽中 連閘勝過環要追溯到上季收官的階段 艾迪神卡雲尼和美倫迪以領銜鎮中攻擊手 在這兩場的勝仗中火力全開 他們共攻入六球之餘感失一球 尤其是艾迪神卡雲尼和美倫迪爾 在這段期間還坤有貢獻入球和助攻 他們各自狀態成勇 再加上球隊近期主場作戰表現逐漸提升 小寶家今次回師主場一定能成勝追擊 雖然聖達菲聯目前積分比小寶家多 但他們的攻擊力不如對手 球隊聯賽至今寬場只有1.09球入章 聖達菲聯今季開局表現確實高光 但隨著賽季的深入球隊略顯後勁不足 9月底至10月環遭遇過一波聯賽三連敗的打擊 最近四輪聯賽聖達菲聯贏下三場 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 當中有兩次是主場作戰 而另外兩次作客表現卻飄忽不定 畢竟今季聯賽前十次作客中 聖達菲聯僅錄得兩勝四和四負的戰績 他們是一支主強客欲的隊伍 禁盡走訪聯賽主場勝率高達60%的小寶家 聖達菲聯難逃失利的鴨韻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請問大家 周圍 收聽 至今 rah